整个LNG的体系算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前中期打优势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杰斯 然后再加上芒森 角月 他们上半区很强 然后再上一个维鲁斯 前中期拿到优势之后 可以一直推线 一直推塔 他的在开战前的poke能力 以及开团能力都非常的强 对 双poke的体系已经形成了 一个是为了打线 利用红色帮这种后手 选出来的counter效果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前中期的时候 去打小鸣团战 面对上刚刚手很热获胜的LNG 不知道会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这局 他发育起来 感觉还是容易发育起来 但真正的问题是 他到中期的时候如果开团 如果这个阵容 没有找到机会开团的话 很有可能能对背对 最后poke阵容直接pokes 是 那么也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场 召唤之峡谷 蓝色帮BLG偏向英方 银行红色帮素质LNG 加油 BLG 加油 BLG 加油 BLG 加油 全军出击 好的 也是感谢现场的观众的支持 先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召唤师技能 都是中上带着TP的 四个TP支援 其实天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 可谓这个英雄 在大多数上南带都还是带点燃的 要增加对拼能力 那么TP加点燃的一个优势在于 他对线也比较强 劣势在于可能会受到针对 不太好走 中草已经给了眼 双方的打野都是红开的 而且都是自己单开 两边下路直接上线 这把为了对线 保证自己的发育 A名是选择带进化的 这确实也没办法 你碰上泰坦 碰上维鲁斯这样的英雄 如果你不带进化 哪怕有 哪怕有路路也救不了你 是 他在这里刷野 是选择先把上面去刷完 看起来他后续的一个动向 还是先刷红buff加石头人 而在这边 他 另一边的话 威威他是下边去刷完 之后往上边去刷 而中路因为艾康这边是被推线的 就开始也是说了嘛 因为盲僧打万豪 真的是挺难受的 所以你这样被万豪来找的话 你半边河蟹肯定控不到 所以另一边 他是选择错开了刷野路线 这边是应该要控下半河蟹 而且下半区自己是推线 下路双组已经先推了线之后 去野区 找一下对面的位置 做了一下视野 他在另一边上路 阿流推完线之后 也是把野收到上半河道 二位二的一个换血上面来看的话 还是维鲁斯这里会更强势一点的 毕竟维鲁斯算是一个线霸英雄 而且左边对于他的威胁 真的没有到特别大 想要摸到他挺难 他可以站在很远的地方 慢慢puff就可以了 下路这边一直缓推线 慢慢会有大线进塔 而这边刚好是小鱼刷到下半区 自己是可以控一个河道线 中路这里的一个对冰 李青是真的很难受啊 真的打万豪还是打不了 虽然芒松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英雄 但是你真的碰到万豪 就一直被抓对线是没有办法的 微微这里利用自己上路的一波推线 想要去看一下 其实也做一个反蹲吧 也到自己知道自己强势线在哪 所以不要记这边是选择从下往上刷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角月本来是转了一组石头人的 不过他也没有选择入侵野区 这样一来双方都是一个纷纷秋色 没有说谁赚谁亏 毕竟两边的打野都属于六级前要刷的 挺难在前面就找到机会干坑 没什么技能可以配合上场的 然后回家出了两本书 现在在往上走 但是那个位置 石头人是已经被坐了眼的 下半区现在最线还算是比较正常 两边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露露大嘴这里 已发育就好 维鲁斯他们就等打野 他弹的位置是被发现的 与同时 我约是看到上半区 他弹被发现了 看到他弹 然后往下走 但是对面往后撤 确实这波兵线 就算这个也没有看到的话 其实LNG也是要往后撤的 因为这个兵线是缓推过来 一个是兵线过来 第二个就是自己家打野往上刷了 没必要这么冒险 而且草丛位置也被站住了 这个可能是这么推线的 第一波万豪回城 这波是推线进去 是可以走出来的 然后回家 直接出一个铁丝边 这样一来的话 盲森推线就非常难受了 感觉很难推 而且是他先回城 然后先出来推的 这也强手猎弩 拉到了之后 还起杀心 直接给杀掉了 艾卡好像有点迈过头了 阿勒踢下来 这边带过来 旁边是有一个威威的 阿勒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再还有一个闪现 闪现的一个蓄意红拳 直接拿到一个双杀 哇 这波感觉 艾卡是想等他再过来 所以稍微卖了一波 但是没想到 Z卡对伤害这么高 对 而且 确实在万豪 这跟英雄的处理上面 Z卡是拿捏得死死的 很熟练 伤害计算非常精准 在第一时间 对面TP下的时候 完全不慌 等着打野 下来的那一瞬间 是把阿勒带走 像杰斯这种英雄 直接踢到色体脸上 挺难操作的 这样一来的话 前期LNG 有一点点小难受 节奏有点崩 上单杰斯这个点 也会挺难受 主要现在杰斯 时不时可能 中路就会给了压力 Z卡现在是能够先推线 他假如现在先推线 然后消失在线上杰斯 和下路都会非常难受 本身上下两条路 是要推线的嘛 那因为中路的这个变故 现在边线的压力 会有点大 不过LNG 这里还是暴图完 利用自己下路 双人组前期的一个优势 先把小龙给控下 第一条小龙 第一条小龙 土龙 有一点卡尔达 蹲了下来 这两个人头 让万豪拿在身上 LNG感觉不太好过啊 抓万豪这个英雄 本来就比较难杀 我看一下第一波 一 然后Q的第二段 直接打死 而且在这等 等打野 下来的那一瞬间 抱到打野脸上 开悟 云云云朵 Q一下 再一个闪现的风拳 主要等级的一个计算 也是刚刚好 六级直接爆回来 虽然说 中路贼卡拿到了人头 但其实自己没有闪现 所以他的兵器 也不敢特别往外推 还是要兄弟们 帮忙做下视野的 阿宇从事中路突然线之后 艾康在网上走 小洞这边的一个隔温嘛 被河道蟹给看见了 这里bubu也是很稳 直接往后退 那这样只能说 是艾康利用自己的 这一波推线 往上靠一下 让阿乐可以吃点经济 对 这场塔提差不多了 想要杀人是比较难的 但是因为这样 帮助到自己的上路 也导致自己回程慢了 中路也亏险 对 太团队了 而且自己下班也却被入侵 下路现在可能要往后缩一缩 而且贼卡过来 这波可能要越下路 有机会吗 现在泰坦是一个五级 但维鲁斯已经到达六级 维维也来了 意识到了 先扫一下 扫一下 艾康中路在一直推线 所以这波bubu就要回去吃中线了 没有敢贸然推进 贸然的去越塔 因为这波如果是中路 是一个军事线 或者是推过缺线还好 但是下路不一定越成功的情况下 他这样子在下路一直待着 是中路会亏线 是的 想想算了 这波还是有风险 现在侠武先锋刷新了 BLG这里好像先行开始动手了 而且角约的位置被看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BLG这边 他其实辅助和AD消失在线上 这样的话 LNG就默认你的下路双速已经过去了 但其实大嘴还是在线上吃线的 但是这边服务哥得快点打 因为等大嘴上线的那一刻 对面就知道了 前前一定没有来 这也是准备放掉的 因为阿乐也回成了嘛 就上单也不在 来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回放 大招逼闪应该是 大招逼了一个闪现 这波批高的来到中路 有想法 Q减速 一技能逼出了一个闪现 那这样一来的话 Icon的这个闪现有没 我们都知道萌森的闪现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要配合打野的话 你一定要把对方给R闪回来 没有闪现 接下来也有点难配合队友 因为中路很多时候 自己的眼是都要做在 旁边的草丛的 那么线上的眼是很难做的 就很难做出那种Insect T 是的 现在地图上没什么资源 要在巴鱼的时间 做一下视野 但这个时候 看一下必要机 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 因为他们打野是有的 中路找机会直接踢 但这脚就只消耗一下血量而已 压一下血量 两边辅助都在的 不要急 其实可以找个机会 看能不能把哪一路抓掉 然后自己用下锅前锋推下塔 或者说可以稍微等一下 等第二条龙的刷新 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下一波其实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我感觉LNG是可以打的 因为这几个英雄 无论说是杰斯啊 芒森还是角域 维鲁斯在前期都是挺强势的 而在这个时候 大嘴的作战能力 是没有那么强的 嗯 那得看LNG这段时间的运营 因为刚才这一波打完之后 艾康是闪现掉了 我们都让芒森没有闪现 在团战里面的效果 会大打折扣 是 下波要打的话 就得看Avande跟Tazan 能不能配合一下 强路阿勒捶上来 把兵线给逼进去 虽然说现在BV已经到达9级 自己已经是能和对面 对拼的一个等级 但是推线方面的话 其实还是能够推得更快一点 是 打了一波加强炮 烧了一下血线 我要下路又是一剑 这边Ami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这波如果说吃完线的话 可能要回家一趟 又一剑又吃到 但这波是打在了盾上 消耗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波得回了 因为马上半分钟后 小龙要刷新 但是这条龙刷新的时间 哎 又打断了 这有点难受 那感觉这条龙 他们不太好争了 比如有这个时间段 回程的话 感觉他得交踢上线了 如果他不交踢上线的话 上路也亏险 这波交踢上线 那感觉应该就是 小龙放了 是 下路过来 有线赶紧吃一下 现在自己依然还留着 这个先锋的 看先锋放在哪里 比较机这里 好像还有想法 想要争一下 这条龙 自己手上有下路先锋 但是只要上路 杰斯先推线 推线完消失在线上 那这边比较机 就不敢打了 已经开始拼信号了 因为刚刚阿乐 是往后退了一下 造成一种 随时要支援的假象 来到中路 应该要在中路 放下路先锋 给点压力 大不了给你 上路对拼 捡一下 捡起 直接逼了一个闪现出来 大招 想要压一下血量 那这样的话 也把阿乐给逼回家 装了放下路先锋 吃个肚层 这一波逼掉了 杰斯的闪现 虽然说上路没有TP 但是逼不逼在线上 是限制了阿乐的行动能力 是 但阿乐这波还有踢 阿乐这波 感觉有可能要TP到正面 去帮自己的队友 拍完眼周 薇薇也不动 他这次在拖时间 如果说 不要急把这奥龙放的 其实他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中路已经吃到了塔皮 待会再随便集结一下 中路这个塔就可以推掉 阿乐还是来到了正面 虽然说是要小龙拿下 但是自己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中路的塔皮 上来的闪现 标记在交换这一方面 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就主要还是要看 前期地图资源的一个交换 能不能转一点了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中路这条线是现优的 所以在中路放了 霞虎先锋 接下来找机会把中塔给推掉 让Z卡能解放出来 也是他们可以愿意去看到的 但现在问题就是 LNG控龙的速度有点快 他的12分钟已经控到两条小龙 而如果到22分钟 这个时间点 22分钟23分钟 刚好是LNG的一个强势点 强势期 这段时间强势期 比较记如果真的要来接团的话 感觉是有点难接的 是的 要看他们接下来 能不能找找机会了 因为现在中路可以持续地推线 推完线之后 配上打野入侵一下 对面的野区 喂 入野区 但是这里刚好 他就在这发现了对面的位置 而下路 LNG知道野区被入侵了 那行 我走 那我走 我直接回城 他看在中路 虽然说还受到一定限制 但不过还好 他的补刀是没有落下 可能只是说经济有一些差距 我们看到 现在经济差个800块 差不多两个人头 以及塔皮 对 下路的整个视野 现在是被BLG这里给站住的 主要还是利用着 自己中路推线的一个优势吧 整个下半区点亮了 下半区入侵蓝buff 脚跃过来 惩掉了 反正盲森也不吃蓝嘛 对 其实双方各个顶上的一个补刀 树也都没有拉开太多 双方补刀一直都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现在的经济仅仅就是开始的两个人 总还有一些塔皮 也都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吧 LNG这里拿到自己的两条龙 看下面一条狭 无先锋那个龟鼠 爱看我们来到上半区 做一下视野 我垂上来 被垂一套 因为对方是有心识的 所以现在换血不一定换得过 而且身上 没TP他这波 没TP 很难受 想回又回不去 因为他这波回的话 兵线又推过来 只能说喊打也过来帮帮忙 我觉得LNG如果 他想要赢得这场比赛 这段时间一定要赶紧出于打架 杰斯 角越 盲森都是强势期 维鲁斯也很强 这段时间有什么架就打什么架 不能跟贝尔森真的往后再去拖 往后再拖 开团是一回事 但是伤害就是另一回事 标记的伤害在后期是要比LNG高出不少 而且标记这边开团就无脑开就可以 可以有人往前冲锋陷阵 下午前锋已经刷新了 这波双方都在往上半区赶 这波本来Amy还想往下走 一个撤退信号拼上去 警告信号拼上去 让他往上靠一下 不过这边好像是稍微拼了一下信号 LG是不准备打这条先锋了 确实好像现在 赖特赶过来的话是有一点的晚了 是 赖特在下路再吃一波经济 可能更多的他们还是想要控制的第三条小龙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先锋拿到手 放到哪一路呢 中路其实完全不用放 因为中路的塔的血量 就是随便摸两下就掉了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 已经过了肚层的时间了 不用着急放 找找机会 看一下能不能等下童刷新的时候 利用下午前锋牵扯一下对面 两个大汉在中路拼拳 一拳我一脚 然后LG和BLG 现在就是一个资源的置换 一边下路童子在上 一边在下 下边的话 BB是已经开大招来倾线了 上面放前锋 两边就是塔的一个互换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小龙先锋感觉可以撞个两头 有机会可以撞两头 但是我们看到LNG也非常清楚 知道自己二塔有可能要被撞 所以把LG也是调到了上半区 和阿勒一起防守 没有人保的话 应该是撞不出来的 队友已经回城了 就这样安心放一只大嘴 一个人清掉了这波线 也真是够胆大的 就堵 L1G这边不敢开 当然上半区的视野也很多 在这儿清线也行 就如果说对面真要来的话 交个闪现也是可以走 这样换下来的双方依旧是一个军事 还有四十多秒 看这条龙吧 第三条小龙 这一波感觉LNG还是比较强势的 但BLG也可以尝试性地接一下 因为如果再放给对面的话 龙魂的压力会有点大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 其实他们的低线装备也都做出来了 看能不能开一步 不要记得作战能力绝对是不差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要想自己怎么去开这个团 怎么才能开到对面 在团前的Poke 他尽量要少失眼 不然LNG这边Poke吃几下 自己可能遭不住 开始了 Poke之路 做个视野都要非常的小心行 走位练习 LNG这里是有一个绕后眼位的 只不过这把他们也没什么人能绕后 Icon的闪现是赚好了 也是一个讯息 真的绕后的话 就只能自己徒步绕后就行了 下路已经打起来 波炎 跟自己队友有点脱节 闪换闪 这边是躲掉了VV的W 没有被晕住 旁边想找机会 已经能拉到两个 带回来 带回来是阿乐 阿乐垂下 对交出一坎线 往后走 在正面站长 BG还有一丝 却被点人点死了 爱王帝交出自己闪现 没有阵亡 这边BLG是率先阵亡了辅助 而且辅助交掉双招的 回头继续过来 要动谁 这边要动下VVV 还有最后一丝血 被吸了回来 这边是被Tyrda 受掉人头 而且正面站长 Z卡红全没有放出来 自己直接阵亡 艾米交出Z狂风之力 往后撤 闪现躲掉Q技能 这一波必要机 打得有一点点莽撞啊 感觉他们稍微 接着有点太勉强了 已经阵亡了一人的情况下 没必要再去抢手 这条龙 其实就鼓住阵亡的那一瞬间 他就四个人抱在中间 或者说是一个人去上 把兵线推出去就行了 不让对面 趁机推自己中塔 站着他会分散了 主要可能Z卡 也是考虑到自己是个色提 皮操热厚的 不怕你 但是没想到 两个技能一中 正好两个Q 他的那Q 艾康的Q 本身他在一开始不想上 但是后面 艾康也踢到了 那一瞬间 他这也就溢上去了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就这个时候 LNG的作战能力很强 而标记这边 他比较强势的一个点呢 没有打出太高的一个输出 并且我们也知道 大嘴 露露是合为一体 他们是一个一体的英雄 一体的组合 露露先死的话 大嘴的输出环境 是非常堪忧的 是的 这样打下来的话 LNG是成功地控到了 自己的第三条龙 四分钟后 就会来到龙魂团 来看一下 Z卡这一波其实开 开到了两个 直接把阿勒抱回来 抱的是挺好的 问题就是在于 A命第一时间没跟上 而且赖的大招 是定住了PP guard 并且是旁边的 一个艾康底一勾 先击杀掉辅助 这样一来的话 大嘴的作战能力 大大折扣 是 不好意思 刚刚说错了 这里是踢到威威 威威这里 直接被中野挤火 而且这边被限制的 被限制 没输出的没输出 找了一波好的机会去开 但是没有看到自己队友 能不能跟上 位置有点脱节 而且露露真的是 不能在团长的时候被秒 露露一定得是 最后一个死的 就露露死的话 大嘴就 打扰了 毕竟大嘴这个英雄 比较笨重 这已经算是 就这么多年以来 大嘴比较强的一个版本了 你要想他有狂风之力 自己有一段位移 而且还有露的一个加持 他感觉应该算是 比较强势的一个版本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右边又是芒僧 又是角约 又是杰斯 而且他只有一个进化 要解的东西才太多了 终究想要再回到 17年的辉煌时代 还是有点难的 对 已经没有香炉了 已经没有了 现在这段时间 标记有点难受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 要放掉龙魂 再下一波再来接的话 也没有那么好接 而且我们看到 赖特装备出的非常聪明 他是选择出了一个 巨蛇之牙 所以他们想要抱团 先把这个中塔给推掉 把中塔推掉了之后 接下来冰线能带过去 龙魂 也比较好做 但是这BB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还好是仗转LH这边 先手能力不是很强 不然真是危险了 对 刚才如果硬要上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BB他带着这个点燃 没有带闪现 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下一波团战怎么办呢 现在还有两分多钟 小龙刷新 这波龙魂团LM机非常强 AD两件套 然后中单的话 下一件应该也能补出来 下一波团战 V卡这里的闪现 应该还来不及转好 好 看一下吧 也快了 差不多 应该是刚好转好 但问题就是 下一波得要注意一下 自己后排的输出 他貌人的把人带回来 自己输出不一定跟得上 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们先手的这个时候 因为后排就只剩下下了双人组 所以LM机这个阵容也挺好限制的 就派出角月跟泰坦 就可以牢牢地去限制出 对方后排的一个输出 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 刚才队卡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也都看到了 就选完任务就说了 标记没什么开场 就只能让自己往后去带 但是他带的时候 自己兄弟们跟不上 这也没法 先破坏一下 把兵线处理一下 标记现在在推中下的兵线 先把视野做一轮 但是接下来LM机回来之后 应该是可以再排掉 现在LM机一定要找到一波机会 把中塔给推掉 这个中塔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而标记这一点 他下一波团战 其实就要想好 自己是进去开 还是说从前排打起 因为你要说的话 其实LM机这边 他没有特别硬的前排 就如果说让大嘴 从前排切起的话 也是非常快 他可以试着 就是慢慢稳固推进 这样推进去 下塔也被带掉 那这样的话 他们中下的兵线 是可以处理过去的 总之中找到一个机会 而且Amy得消耗残了 Amy这波得回家 再不回家有点来不及了 还好这个时间点 一分钟 他是有时间回家的 如果说让他在打龙的时间 要回家的话 那这龙要放 就只是龙魂 是 双方都回程 补给一下状态 这一波他暂时 直接把金身给摸出来 那下一波 他无脑往前冲就可以 冲后排 上一波 苗表已经用过 这一波带金身 又可以进去开后排 得看陆陆的变阳 给他好不好 但对LNG来说 就是射击练习 对BLG来说 就是走位练习 能够躲掉多少poke BLG就能够赢团战 一定不能被压低血量 不然的话他们上去 一秒钟就被融化了 根本站不住 如果躲不掉poke的话 就不要说团战了 因为团战可能就完全接不了 不过还好 标记有个优势 就是他推了中塔 他出现可以先推过去 是 找BLG这个位置 一勾 没有勾到 这龙已经打完了 要找机会 进场 BLG第一段大招 第二段大招 但效果感觉 不是特别好 DW已经开过了 回头开了个鸟盾 这边LNG 好像也不太想要 继续开团战了 爱康 摸眼到旁边 这不想要踢BLG吗 这波还是因为 LNG中塔掉了一个原因 导致他们兵线 推不过去 没有办法把视野 先做一轮 就你推过去 现在对面是有中塔 可以挡住的 但是对面推过来 现在自己要人来守 是 这就是一个问题 而且LNG正面 刚还说了 没什么开团能力 主要还是要看 能不能先Poke 但是上一轮 Poke的效果也挺一般 所以现在他们也很急着 想要把这个中塔给推掉 趁着回程的一波时机 BLG回程补给LNG 把中塔给拔掉 终于拔掉了 但其实这波打完之后 虽然中塔掉了 BLG算是中了一口气 因为再等到 下一波团战的时候 差不多下一波团战 是到了28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已经到 BLG的强势期了 在这个时间段 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装备也都 都是有个两件套在手了 现在 可能大龙也要做考虑了 现在开始做 大龙附近的视野 大龙附近的视野 其实 咱们打的速度来说的话 都不算特别的快 因为一边是Poke的 威鲁斯 一边是 大嘴 想要守卫一下 自己家的红buff 没守住 威鲁斯下路 阿勒带一波线 把线推过去 双方本场比赛打得都还是比较平稳 非常的谨慎 这还挺和这个版本不太一样的 当前版本其实很多时候前期 像刚才这波团战 应该是大打出手 头破血流 然后就是什么 一波被团灭 然后丢个大龙 可能27 8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被推平了 但是没想到无事发生 对 经典眼上蹲也没有去管他 主要还是视野的一个盲区的问题 不敢 不敢过去 不知道河道里的人在什么位置 但是现在 阿勒的Foke已经 出现成效了 阿勒又被打残 主要大嘴 他的装备 通常来说前面都是做战斗装的 他很少会在第三件补一个复活甲 他没有护甲的情况下 这边吃不住破狗 又一套 痛 好痛好痛 有点难解 因为自己的回复量也不是特别高 没吸血吗 这不要回程补给一下 在野区抓到了 BioBio打了一套 BioBio其实伤害也起来了 但是就怕阿勒这种 上来跟自己拼一套 他带一个星石的盾 而且带一个相位猛充 直接跑掉 Amy是已经 捕刀捕出赏金来 捕刀捕出赏金 但是现在 还是那个问题 像刚才这样的团战大伙 还会再有吗 因为现在你中塔掉了 那刚才这样子免费拿楼 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 在没有防御塔的保护下 兵线没办法推过去 那LG其实这里 做好视野之后 就能找机会poke 那是BioG比较难防的 两边都僵住了 LNG想开 但是既然对面有一个路 而且人都比较靠后 那BioG呢 其实他也想打 但问题是 自己没什么开团 两边就僵在这里 BioG开团点有 只是 手比较短 对 他的这个开团得让Z卡 TP绕后 或者说找个机会 闪现把人带回来 但这种是比较难的 两边其实都有绕后的眼位 对于绕后来说 芒僧 芒僧的TP绕后 其实通常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他要 这种神不知鬼不觉 绕到后面 而在另一边的话 BLG这边 是可以让Z卡绕的 大概率是这条大龙 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 还是得看一分钟后的龙魂 但其实说实话 如果真的把这条龙魂 放给LNG 我觉得BioG 不是说不能接受 风龙吗 对 风龙 我还记得 在之前的我们一个 随堂测验里面 有测就是 哪一条龙的龙魂最少 其实当时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是风龙魂最少 就是当时问最多 最多好像土龙魂 以某一场 就是多个一条 多个一两条 方便一转开 加微微被打残 但是微微这里 还是比较灵活的 是哦 打残微微之后 LNG的一个想法 往大龙逼近 阿乐这里 一炮没有能够打到 中午在吸一点血 那现在标记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不开 你只要一直被Poke 那怎么办呢 你只要一直被Poke 自己开不了的话 打着打着团人就打不了 打着打着没血量 毕竟是老对局了 强开打Poke 就是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风龙魂 其实是我们联赛 最少的一条龙魂 因为大家经常看到风龙魂 就不怎么打 然后大家也不会 特别想要去争取 没什么欲望 索然无畏 土龙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是拿了最立竿剑影 土龙水龙嘛 火龙也可以 就风龙好像有点 没那味儿 中路先一爆 两边都在找机会 JQ没有中 想要找Light Light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没有关系 回通一箭 所以打着定住 Light这个位置 这边VV给秒掉了 而且Z卡带进来 自己的巨红拳 轰了一下 这边是收掉了 脚跃的人头 人头让VV拿了下来 这一波 BewBew 找机会找得非常好 找到Light Light甚至闪现 都没有交出来 但说实话 这个Light这波 不是走在对面脸上了 有点不太小心了 他其实有机会 交闪现了 但是我感觉 他要交等那一刻 是被露露大招 给顶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 VG找到了一波机会 秒杀到对面 AZ和打野的情况下 可以顺势把大龙给拿掉 而LNG则是选择 让阿乐单人 solo这条风龙魂 安慰一下 就起码有龙魂吧 总比没有好 人头4比3 这边VLG拿了 本场比赛的 第一条大龙 虽然说LNG拿到龙魂 但是风龙魂 对他们的加持 并没有到特别的大 是 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立场来 大招第一段 刚才说大招定住 但是 后面杀也是非常高 而且Z卡闪现的 一个异技能 闪现抢手猎路 拉回来 对 先被拉 再被泰坦大 然后再被陆路顶起 就三个技能 全部留住了他们 就还是第一时间 没舍得交闪现 带来的一个隐患 因为他想的是 自己大招已经定住了 这个时候 其实没有人 对自己造成威胁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抢手猎路 Z卡来的这么的果断 那这波打完之后 其实我们要看 LNG这个阵容 开始一直没说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的亲线能力 不算特别的强 面对上 对方大弄 Buff的推进 会有点头疼 对 但是现在 标记也非常稳 选择两路推进 先推点2塔 把经济给取出来 中下继续带线 下路一张BB带 这个时候 让野区的佛爷国 掩护一下 垂令一下 BB这里被打残 Icon也来 摩冰过来 想要留 再找角度踢 就到了 这个位置 阿阵踢过来 BB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你开了一个金身 但这样的话 BB应该卖了 但是中塔 中塔能推吗 旁边 佛爷哥过来 想要去找阿乐 但是阿乐 想先拉开身位 两个人能打一个佛爷哥吗 佛爷哥原地 交出一个金身 躲了一波锤子 起来了之后 想要操作 操作不了了 没什么操作空间 这一波推进 中路的话 推掉了一个2塔 高地没有推 而下路的话 2塔都没推掉 这波大龙感觉拿下来 比尔记也没有到特别赚 是 主要还是 在带线的一个过程当中 即使说有打野 在旁边保驾护航 但是BB这个一套 直接被打残 让比尔记有点 束手骨色了 还是有点低过LNG的伤害 这种直接正面 跟你换伤害 确实 狗温没什么办法 阿乐下半区 再带一带 其实这条大龙感觉 powerplay差不多就到此为止 因为现在再要来推的话 标机已经 没有什么好推进的目标物了 上路和中路的2塔已经推掉 而下路的话 这个2塔 虽然说血量不是特别好 但下路又被推了兵线 反而现在LNG可以反推 下路2塔和中路2塔全部推掉 是 这波LNG抓下 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直接顺势又推掉了两座坦 把兵线处理好之后 他们手握四条小龙的情况下 下条龙还是有机会一抢的 现在就只能等这条远古龙了 远古龙还有三分钟刷新 这一波我们看到 在没有拿一个人头的情况下 M已经补出了700的上金 1000块的大人头 形形狠狠地补到 现在团战就要靠他了 复活甲摸出来了 直接出 出完复活甲之后 再补一个小苗表 这波就是我一定要活下来 因为整个团队打到现在 其实其他人的伤害 你要说格温 你要说佛爷哥 或者说是Zeka 他们的伤害 其实都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特别是佛爷哥 现在要收割的话 就要Amy 一定要把人给打残才行 对 然后中路Zeka 这里也布了一个小苗表 现在就是上中野 三个兄弟往前冲 我只要不死就行 出这个 主要是给对面一个心理预警 不要来搞我 搞不死 这毕竟又是复活甲 又是苗表的 真的不好杀 那看一下右边的技能的话 打野跟辅助两个开团点身上 都是有防装的 但其实说实话 Amy想要活下来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虽然说他现在有非常多的防护装 但是我们看右边 芒僧 他是已经快三件套 而且打野和上单的装备 这边角跃和杰斯装备 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进来硬换一个 硬换一个大嘴的话 这边 4-1的分带 两边现在中下都是没有了 二塔 现在冰线就得看自己的一个抱团处理 抱团处理 还有野区的一个视野 是 远古龙还有一分半钟就要刷新 现在LN机又回程 补给一下状态 让Icon去上路带 其实两边装备都不差 现在经济就没有差多少 已经到34分钟了 这个时候经济就差个1000多 就相当于没有差距 而在这个时候 标记就把所有的防 全部压在了AD的身上 在另一边LN机的目标就是 杀掉大嘴 而标记这边就是保住大嘴 他人就能赢 对 其实最近的比赛还挺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就守卫一个人的对局 还好大嘴这个英雄是不能一脸的 昨天那个确实有点 昨天的比赛其实大家看了也会觉得很神奇 也是有知名选手 有立下flag说如果那把RA赢了 他要在门口跳舞 跳两个小时 不知道有没有对线 听说好像对线了 还50多秒 比赛在野区找人 想要打点技能出来 他这个时候 但是看到了 中路回头一个大招 听到Zeka 两边互换一下大招 但是因为右边是有风龙的一个加持 有两条风龙 现在Lite大招还是好得比较快的 比赛还是想找特意的位置绕后进场 但是现在不要记得要想清楚 正面一直在这拖着的话 可能要吃很多的poke 没什么事也想要找机会开了 要吃剑要吃炮 是Zeka赶紧冲上来吧 不行这个时候再不开就没有机会了 旁边带一下 这拖拽 带一下 带着谁 带着自己血量好像不是特别好 学多一个轰拳 轰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反正太坦一勾 没勾到 没有勾到 比如赶紧往后撤 两边血量这边 因为中上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但是没有关系 B2G的中上是可以回家 不久要再踢过来的 来看摸眼 摸下真眼 中路 杰斯已经踢出来了 这边B2G要回程之后再踢出来 双方在打一个拉扯 非常的谨慎 来看一下 威威这里已经先开始 把龙给打醒 先行开始打龙 大翠隔墙输出 打龙的一个速度还可以 来看一下 这个大招自己好了 Zeka这个位置是个大招的 Zeka被定住 Zeka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回头一个蓄力轰拳 而且正面战场 Amy血量有点低 她好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 再往后撤 正面战场Zeka先倒 Amy PPGuard 威威都没血量 她能够力挽狂澜吗 她现在大招还没有好 她一撕 整体都没有血量了 Amy被打残了 Amy现在没蓝没血的一个情况 这条远古龙还想再继续争吗 威威就只有一撕血了 这条龙感觉已经打不了了 是 因为这边B2G先边打边撤 但撤的同时又吃了太多的Boke 血量都不特别好 L1G拿到本场比赛的远古龙 而且这一波拿下来的话 因为对面是没有中单 同时对面中单也没有TP 可以直接送龙会 这一波感觉B2G想要开 但是站得有点过于分散了 而且Zeka在那个位置 她这个走位其实很没道理 因为她是没有大招的 如果你要有个大招 把泰坦带到人的脸上 这一波就感觉很厉害 但是刚才她大招已经刚用过 对面是知道你没有大招的 所以这边艾翁D也毫不犹豫 直接勾上去 现在36分钟 37分钟 L1G拿到本场比赛的双龙会 现在经典三龙会 到目前为止 Amy还活着 她还没有死 但是Amy一次都没有死 L1G可能还是要一起 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第一时间 其实Zeka想要开的时候 你看这Amy往前走一步 她但直接被你封锁了 对 她在这边说大招吸了一下 Amy虽然用黄蜂之力逃了出来 但是自己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 是 所以就是说了这个点 毕竟B2G这边可能 唯一的输入点都压保在Amy身上 但是L1G这里有一个泰坦 有一个角跃 其实这只要派角跃 一个人去看住后排就可以了 死不死其实是一回事 但是输出输出不得了 这也是另一回事 而且现在L1G只要中路抱团就行 因为他带着大龙buff 加持兵线 而且自己双poke 随时吃两炮 现在看了一下装备 Amy这个装备 应该是吃两炮 再加一箭 可能要被直接斩杀的 对 而且他们正面 其实也没什么倾线能力 你只能靠Amy用大招去倾了 倾线能力也不是特别强 大招来倾 Amy吃一炮 自己也不是特别能刀得住 一炮三分之一血 那三炮就是一个Amy 六炮就是两个Amy 很会计算 老数学家了 又一炮 旁边一勾 没有勾到 慢慢推进就行 等下波兵线 没事回头保一保 再等下一波兵线的进他 这一炮没有打中 走位练习 走一走 这个远程的小炮车 还是在一直输出门牙塔的 看一下不要急 这边要不要 怎么扛 他们这波又不能上 但是感觉又很难守 一个欧手没有弄多到 被逼出来 又逼出来一个加速 现在一直在喷爱抗 但一座门牙塔 应该是要倒地了 旁边 又不又已经开始放大招了 你看 他没有放出大招 没有放出闪现 直接被秒 旁边踢 先踢回来 复活甲就被打不出来 原地的话 肯定是只能等死了 再一拉 直接吸到了两个人 交约这一波 后续再教一个精神 最后复活起来的艾米 也没有办法 精神交出来 复活甲倒地 那这样一来的话 时间39分钟 一场非常久的比赛 但是LNG 最终还是把比赛拿得下来 恭喜LNG在比游三中 获取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其实 我感觉啊 表情还是一个问题 就最后这一波 你看在高地团上 就是高地团 他们的基地保卫战上 已经是对面 空了很多技能的情况下 他们去想打 但还是没有开通